头条开讲我们要充百万订阅 所以请大家一定要赶快订阅起来 目前其实我觉得美国的政客 有一个问题 我觉得这个可能跟他们的 欧美的文化有关 欧美的文化 他们不善于就是自我反省 他们没有无日三行无声的这个传统 他们没有说这个反求诸己的这个传统 一旦发生问题了以后 最主要的还是先把责任往外推 例如说他的民调支持度低 他就认为说很有可能是因为 他的忽色不符合白人的喜欢 所以有可能是因为种族的问题 所以他的民调低 那他有可能会认为说 因为这个总统给他授权的不够多 所以他本身没有办法有所表现 可是他又不能够讲拜登 那就只好他就说 他的那个活动范围有限 那活动范围有限那意思就暗指 就是拜登只叫他去处理一件事 那拜登如果给他多一点空间 那他可能表现的就会更好 但是其实不是这样 他不只是说到南部这个边界去了一趟 其实他有到越南来嘛 他有到新加坡 可是他到新加坡到越南的时候的表现 确实不好 因为他的演讲的方式 因为新加坡很早 李选龙就已经对外 已经讲了新加坡的立场跟态度 也就是不要逼着我们东盟的国家选边站 更不要逼着新加坡选边站 因为我们不想选边站 不要逼我们做这件事情 那可是贺锦丁去了以后 还是逼着人家要选边站 那你想想看他这样子很 就等于是我是接待过 那我已经告诉你 你不要逼我嘛 我不想选边站嘛 可是他来了以后 还是叫人家选边站 到越南的时候也是做同样的事情 所以我觉得他的整个活动 基本上是没有达到他预定的目标 也没有达到美国他们所设定的一个目标 甚至连布林肯泰国都去不了 我的判断了 我的判断是泰国是被赶走的 也就是说因为他到印尼去 鼓动印尼的大学生 去反对他们的印尼政府的 对中国大陆的政策 因为印尼政府现在他很希望 跟中国大陆有更紧密的合作 不管是一带一路 或者是这次的抗疫的过程中 大陆提供给他们很多疫苗 所以他们跟大陆的关系是比较好 但是问题就在于 布林肯跑到印尼大学 却批评中国大陆对南海的侵略 而印尼跟大陆在南海的争议是少的 不是多的 那这样的话 你等于是鼓励你的学生 去反你的政府的政策 那这个对泰国人看在眼中 我就不要你来了 所以他就找了一个理由说 他的一个记者 那记者关于国务院什么事 染疫 一个记者染疫怎么会你国务院 你的国务卿就不去泰国了 其实我个人认为是泰国争执他的访问 那很难看 所以他才说 那我们再找机会 请泰国到美国来访问 这个就泄底了嘛 好 但是重点就在于 我们没有要刻意贬低 美国的民主 但是也没有必要把美国的民主 神格化 也就是说 民主制度也不过就是处理一个 这个在过去权力的继承是透过血统 皇帝传给儿子嘛 儿子再传给他的儿子嘛 那这个权力的继承 是来自于这里的时候 我们就觉得这不好 因为这个欧洲跟东方都走了几十年 而走了几千年都是这个制度 但他觉得这样子的制度不好 那我们想改变这个制度 也不过就是这样子而已嘛 那现在的情况是 只剩下英国的王位还是继续用血统继承 日本的王位还有泰国的等 这些王位还是血统继承 但是很多的国家都已经不是血统继承了 俄国不是 大陆不是 台湾不是 这个美国也不是 他都是选举出来的嘛 那这样的情形像 我觉得美国人不要把自己的制度神格化了 因为你的制度没有那么好 但是也没有那么差了 可是问题就在于美国有一个政治制度上的 圈天性的缺陷 这个缺陷就是没有外敌的话 他们的内部走向独立的声音就会扩大 也就是没有外来的威胁 他们要做自己的主人 也就是我不管我德州 我德州就当自己的 我自己的事我自己决定 我自己的事我自己决定 这个声音就会出来 加州也是一样 所以你看当初会让这些 本来都是各自独立的州 被逼着并在一起 就是因为他的母国英国要攻打他 之后你看他就不断的制造敌人 所以美国到目前为止 他的政治传统就是不断的制造敌人 来巩固他的这个体制 不然他这个体制本来 因为本来联邦制度的设计就很糟 坦白说这是很笨的一套制度 我们台湾有一些愁美的人 就脑袋里面就认为说 美国的制度最好 其实没有啊 他们制度很差的 很差的这套制度 而且是很无效能的这套制度 那你想想看 没有外来威胁的话 这套制度就崩解 那所以目前来讲 他就是不断的制造外来威胁而已 我倒不是担心他内战 我担心是他发动对外的战争 其实为什么会这么说 因为您刚刚讲的是 因为美国他们做事啊喜欢 因为美国人他们比较习惯 是很科学化的 那也就是说他们把自然科学 大量应用在社会科学 那但是他们的缺点也就是因为 大量应用在社会科学 可是社会科学的变数太多了 所以他们的这种僵化的方式 是把自然科学的模型套在 社会科学的时候就造成他们在 社会科学是不断的犯错的这个原因 那我大概解释一下 也就是说他们把这些模组 也就是说把一些变数 把它挑出来 然后他认为符合这些变数 那么这些要件的话 就会构成内战的可能性 那因为CIA它是军事情报局 中央的军事情报局 所以它是属于军方的 对外的情报工作 它不能做对内的 对内的是FBI的事情 所以但是如果他们 对外要分析哪一个国家 有可能爆发内战的时候 他们就把那个模型拿出来套 拿出来套 所以你看台湾的很多研究所 研究生 尤其是老师 像我的老师 我的老师刚好是在衔接 我的老师有一大袋的 是从大陆来的 刘二的或是大陆来的老师 那有一些青壮的 是当初从美国回来的 从美国回来就带来 美国式的八股 那美国式的八股的那一套交法 使我们之后在做研究 都出现这个研究不通的现象 所以我们的研究的能力 就一下子往下降 那就是因为他们都从美国带 这套系统 那我这个是废话了 但是我自我的反省 自我的反省 因为当初我们都相信 美国的那一套 后来我就发现 那一套真的是错的 那我要强调一点就是说 美国用这个模型 CIA去评估哪一个国家 会发生内战 对啊 而且都可以评估别人 但不能凭自己 他都不能调查他们自己 但是他退休了以后 他就可以用这个 来检视他们美国自己的体制 他就发现也符合 这个内战的要件了 所以美国离内战很近 可是我觉得 他又漏了一个历史的研究法 也就是说你看美国 在二次大战结束以后 就跟苏联产生对抗的一个方式 那是美国先组北约 华沙公约组织是 被美国逼得成立的 不是先成立华沙公约 再成立北约 是先成立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要来对付前苏联集团 苏联才成立北约 华沙公约来对抗他 但是美国人的说法 就是把他颠倒 那台湾的就受美国影响 也就把他颠倒过来 好 这是不讲的 重点是在于 创造冷战这么长的时间 一直到苏联崩解 那这个时候美国该怎么办 就是1991一直到 之后该怎么办 所以后来又创造出一个 所谓的国际恐怖主义 就是2001年911 创造出这个国际恐怖主义 这个国际恐怖主义 你看走到最后 国际恐怖主义也结束了 在欧巴马时代 是把贝拉登杀了 国际恐怖主义的突然间没有了 突然间从小布希一直到 欧巴马突然间没有了 没有了是怎么办 怎么办呢 所以你看川普就突然间 创造出中国是最大的威胁 然后拜登又把中国跟俄罗斯 把他创造出最大的威胁 总要找个敌人 对俄罗斯是俄罗斯的总统 也是直接选出来的 中国大陆的国家主席 也是他们选出来的 只是说选举的方式不一样而已 但是重点就在于 也是选出来 而且不是血统继承 不是父亲传给儿子 是选出来的 所以在中国大陆来讲 你看从毛泽东邓小平 或是从胡耀邦 赵紫阳 江泽民 到胡锦涛 到今天的习近平 已经换了多少代 而且都没有血统关系 但是他们一定要把他归罪 为了说什么 他们是独裁专制 其实都是选出来的 但重点就在于 都是选出来 而且都不是血统继承 但是美国人一定要 这样子跟你编 因为美国人大部分是呆子 也这样讲也不对了 因为美国人很多人 没有受到独立思考的能力 而且对外国不太而了解 所以他们根本不知道 俄罗斯的政治体制 跟中国大陆的政治体制 然后他们就完全相信了 现在的情况是我担心的是 美国他们的政客 华府的政客 如果真的发现 他们内部可能会发生内战了 这个时候他们对外发动 例如说挑拨台湾 两岸之间战争 美国就拉着日本韩国等 因为你看 现在他在部署 美国跟部署跟日本 要签联合作战的计划草案 而且逼得韩国也要跟他签 那为什么逼得韩国跟他签 为什么逼得日本跟他签 这个就等于是 要再开始运作一个 如果在2024年真的发生 文吉所预测的 或是文吉所引用的这些 他们认为说美国爆发内战 而且在2024年 如果选举共和党输的话 他们爆发内战 我个人导担心的就是这些政客 就突然间那么策动这些国家 跟大陆打起来 然后他们在卷入 这个时候他们的内战 就没有了 他们全部都对 又制造一个新的威胁 加上迪出来了 对对对就转移焦点 我觉得这才是最危险的事情 因为大陆的外交部已经证实了 说他们已经接到了 美国提出来的申请 那他们当然也欢迎了 不过美国人这样做的话 其实让日本人很难堪 因为日本当初跟大陆 有定一个协议 就是相互资源协议 我支持你办东京奥运 你支持我办这个冬季奥运 所以大陆在日本东京 办奥运的时候全力支持他 结果现在日本人 这个又撕毁协议 这个食言但是不肥了 但是日本人我觉得 我觉得日本人的两面性 跟日本人的虚伪 跟没有信义 这一次又更大的受伤了 结果日本人跟了美国走 跟了美国走说他们不派官员 只派奥运的这些人员 奥运日本奥委会的人会去 但是日本的官方的人不去 结果一看到这个美国的国务院 偷偷的去递申请单 去递签证 你想想看那当初这些五眼联盟 加拿大啦 澳大利亚啦 还有偶族啊 他们怎么办 就是你美国人怎么这样做事 你不是说你要外交抵制吗 你官员都不去吗 怎么去呢 然后他的解释是说 里面有医疗人员啊 国务院的医疗人员这很奇怪啊 然后还有就是要保护他们的安全啊 这运动选手 他的人生有什么样的受到 其实主要的在哪里 我倒认为美国这次派这些官员 到北京的冬季奥运 我个人倒是认为还是要提防一点 因为提防这些人在里面去散播 或是做一些负面的新闻 或是做一些负面的测动 然后把一些负面的新闻画面 往国际传送 就是破坏整个北京的冬季奥运 因为北京的冬季奥运 这次看起来他们的筹备会馆等等 是非常的漂亮 而且呢 目前我们所了解的就是 世界各国的选手 都已经陆陆续续进驻了 然后北京会在这一次的冬季奥运中 可能会展示他们的人民币的数位化 也就是说各国的选手去以后 你只要用大陆的APP 然后下载了 然后你就可以用人民币的数位化 他等于是在测试 人民币要走向国际的 一种小型的 然后看看反应 跟看看效果怎么样 那你想你世界各国的人 用自己的货币 结果你用你的手机 到了那个地方以后 你就已经去兑现了人民币 而且你也不用拿出来 然后你就直接买东西的时候 就手机就直接这样刷了 然后交易的已经完成了 也就是假设你是美元 结果你已经跟人民币 已经开始做对接了 这个不得了的事情了 所以大家也都在观察这件事 那我个人认为大陆会在这一次的冬季奥运里面 会展现很多中华文化的元素 不过还是要小心美国的这些官员 尤其美国国务院的官员 他们会不会去搞一些破坏 我觉得这个还是要留意一下 要关注 还是要盯得紧一点 美国人不要太相信他 目前俄国在这个边界屯兵大概12万 那退1万就一个师 那这个师是装甲师 所以他撤离的速度很快 但是他要再回来的速度也很快 这第一个 第二个呢就是说 你撤回去他的永久驻地的时候 他其实反而是军队的空间更大了 因为他目前来讲 12万的军队集结在那个地方已经够了 一般有人估计他可能会囤兵到17.5万 在下个月左右 那这个就是要发动大规模攻击的一个架势 但是问题就在于说 对俄国人来讲 他囤兵的目的是要用军事的威胁 然后他要完成他的外交的谈判 那目前来讲 普丁已向美国提供一个条约 就是希望美俄关系正常化的条约 这不是协议是条约 那关系正常化的意思也就是 美国要取消对俄国的所有的制裁 那目前来讲 美国已经受到这个草案了 但是美国目前没有回应 这个就是您刚刚所提的 在下个月 应该在下个月上旬左右 他们要举行会谈了 这个是可能会列为讨论的 那第二个呢 普丁也同时给北约是一份协议 这个协议就跟您刚刚讲的 500到5000就是短程跟中程的导弹 要撤离俄罗斯的边界 这第一个 第二个北约的军队 要撤离跟俄罗斯的边界 那俄罗斯的边界里面有很多 北约的盟国 例如说波罗的海波兰 这些一直沿的到俄罗斯这边来 那他普丁的要求是都要撤离 这个作为他的谈判的一个条件 那第三个条件就是北约不准在东扩 不管是乌克兰或是格鲁吉亚 都不准再并入北约 所以他提出了几个条件 那这个条件如果说你北约不答应的话 那俄罗斯就不排除 会立即有军事的动作 这个就是我用武力 来去逼得你外交谈判 这个你也可以把它称之为上兵发魔 也就是我武力摆在那地方 但是我没有攻 那攻成为下嘛 但是我没有攻 但是我只是把武力摆在那地方 然后让你猜不透 我到底要干什么 那当你猜不透 你就会想象 那你会想象 你会恐惧 那你会恐惧 那我们再来谈的时候 就会比较好谈 我觉得这一招在 我曾经讲过 这招在过去拿破仑的时候也用过 但是拿破仑是先把部队 打到你这个首都 例如说打到你维言纳 然后兵临城下的时候 部队就不进城了 就部队就囤守在这个维言纳外面 然后派外交官到这个维言纳 跟他们的国王 或是跟他们的首相 进行外交谈判 通常谈判都会很顺利就完成 那最后部队进去的时候 就是兵不血刃 就把这个城市 或是把这个国家就并进来了 但是给皇室给皇族 一个非常优渥的一个条件 这个是过去 拿破仑常用的手段 但是他是把部队先打进去 那现在普丁的手法就是 我部队不进去 在我自己的边界 我自己的境内 你不能够管我 但是你不知道 我什么时候会进去 那这个你会心生恐惧 我觉得普丁的做法是 有一点不一样 但是也有我们的兵法的概念在里面 我觉得影响最大的还是美国 因为美国有租用菲律宾军事基地 过去美国是长期使用菲律宾的军事基地 可是在阿基诺 艾奎诺 艾奎诺 他妈妈执政的时候 他们那时候就修改宪法 也就是外军不能够永久居住在美国 不能居住在菲律宾 那因此美国后来只租借菲律宾的军事基地 而且不能超过六个月 所以美国一定要在六个月要移访一次 就搬一次加 那这个都特地这样的一个宣布 等于是至少在他任内 菲律宾的基本的政策 就是他保持中立 保持中立就是任何一个国家 不可以使用菲律宾的境内 不能过境 不能使用菲律宾的军事基地 作为介入台海战争的一个基地 所以也就是说 如果两岸之间发生战争的话 美国必须要从菲律宾的军事基地 要全数都要撤离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宣誓 那也就是说影响最大的是美国 那也就是对美国人来讲的话 他就必须要使得这个心 至少这个都特地在任内的时候 如果两边发生战争 美国要接入 那他就不能够用这个菲律宾的军事基地 那他另外一个部分里面也就是说 如果是在南海发生交战 不是中国大陆跟菲律宾发生交战 如果是中国大陆跟美国在南海发生交战 那因为菲律宾已经宣布他是中立国 所以美国也不能够使用菲律宾的军事基地 跟中国大陆在南海交战 那美国在越南没有军事基地 在菲律宾也没有军事基地的话 美国而且新加坡也不会允许 他使用军事基地跟中国大陆交战 那你说美国怎么打 请教官下召集令 支持中天的好朋友们 欲请呼吁大家加入订阅充速的行列 距离百万订阅呢 只剩下不到十万的差置了 希望可以在年底之前达成百万目标 所以朋友们 让我们一起来共创2021的奇迹 按赞 分享 订阅 让全球的华人都看得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